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啊,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貴運呢?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一clickradio》 每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戲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先 HELLO EVERYBODY 天地有正氣 又是我們四個出現了 不用多介紹 先講一下這個星期的新戲 我們是北美上的 剛剛好也是四套 先講講第一套 原來Truman一直都不知道 可能因為看慣他光頭 結果加了頭髮給他 一下子不太覺得是The Rock做的 這些就成功了 Hercule 比看素毒的盧鎬鎬 的確是他的頭髮很自然的 The Rock在Hercule 那裏 如果不是很流神 一下子又是試 因為Truman說對這個時代的戲是一般的 於是就更加不留意了 通常都是盡力找個大傢伙做的 我沒想過他找Rock做的 那找The Rock也很正路 那也是這幾個大傢伙 Rock也算是一個Cast來的 現在是絕對是 而且經過了這麼多電影 Fast and Furious等等 他已經出現了 所以就是時候他擔正要做Hercule 他一開始一兩套電影都是有長頭髮的 做Scorpion King的時候 Mummy 是嗎? 那時候也是長頭髮的 OK 我都忘記了 不知道是Brock還是真的 那時候應該多點頭髮的 那我相信現在Hercule應該也是加上去的 當然 據我記憶Hercule已經拍過很多次了 是的 最初的版本 不知五幾年 五幾年的時候是Curt Douglas做的 就是Michael Douglas的父親 他就不是很大隻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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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t Douglas有很多 Spartacus也有 Hercule也有 但是這次Hercule的故事 應該跟以前的故事有些不同 因為我看電影的描述 他就說 Hercule之前是一個英雄人物 但是之後他就幫別人 好像接工作一樣 別人給錢 他就去做一些工作 直到有一些人 又找他去對付一些 一些邪惡的人 於是又 換醒他那個感覺 於是他就再一次成為英雄人物 那Hercule應該就是 之前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所以應該都會有些新鮮感 即是古代Rambo 哈哈哈哈 不過其實看這類電影 原來是神話人物 不當然是神話人物 因為他是宙斯的兒子 對 不過看這類電影 我想都不是絕對故事 只是看一些效果 對,因為宙斯有很多兒子 在 trailer裡 看到3D效果 當然是做得很好 怪物的造型 你不會覺得很交公仔 如果喜歡看這些北歐神話 尤其是喜歡Hercule的話 這套呢 你就必要去看 我之前已經聽到很多朋友 說等這套電影很久 有些是The Rock的勇等 有些就是喜歡Hercule這個人物 我相信無論如何你喜歡這類電影 都適合你的 第二套 就 Truman很有興趣 對,因為一看這套電影 我就覺得 這套就是 不用用腦去看 很爽的 這套叫做 有半能刺激 Lucy 對 就是由Scarlett Johansson主演的 故事其實就 又不算是很新穎 但又挺有趣的 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這個Lucy 她在一間毒品廠裡工作 結果有一次就不小心 誤中了這些毒品 正如來講 應該是死的 但她就是萬中無一那個人 就是中了這些毒品之後 反而令她變成一個超人 她又有變身的能力 又可以控制 隔空取物 總之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人 又變成一個異常聰明的人 由於原本一個很柔弱的女生 突然變得 就算她被成鵬人圍著她 都可以輕鬆地把這群人彈開 那究竟Lucy 她一直都好像是尋勤的方法去解讀 那究竟最後會怎樣呢 那就要看一下 好像武俠片一樣 西方武俠片 就留待這個Morgan Freeman怎樣 narrate 哈哈哈哈哈哈 又看到Morgan Freeman 我看Trader的背景又有中文 她在台北 台灣 台灣來的 她是在紐約的 她那個毒品廠是台灣的 她生氣又在Times Square那裡 又變來變去 不是 她開頭做的一間毒品廠在台灣 所以她一出事 那時候 就身處在台灣 然後她之後才回去 應該是一些總公司 武公司那類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藥廠 可以幫到她那些 詳細情況大家去看 Lucy這部電影 挺有趣的一部電影 今個星期另外還有一部 小品色一點的搞笑電影 叫做And So It Goes 又見到Michael Douglas 這次的角聲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 說Michael Douglas 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地產經紀 他一定是做一些已經上了年紀的 是啊 其實他已經是做到 有一點點欺人憎的 他的動靜 因為他不懂得跟人相處 他的太太又死了 兒子就因為販毒的關係 吸食毒品的關係 就坐牢的 所以搞到他本身 不太懂得跟別人相處 可能他想客人去買樓 那些地產那些 但是你說真的跟別人 作為朋友 或鄰居那些 別人就不太喜歡他了 結果原來他的兒子 又不知如何深刻 又有個女兒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有個幾歲大的孫女 他兒子就把女兒扔給他 那從這一刻開始 他去了一間屋住 他擁有那些物業 他旁邊就住了一個 就是住了女主角 Dian Keaton 對 說真的 看一套真的看Cast 如果你喜歡Dian Keaton 或者Michael Douglas 就會看 故事懷就真的 沒有太多老套了 輕鬆鬆 不用怎樣用腦子 笑一下 小品色一點 會寫入戲院去看 對 即是家裡去看碟 除非你很喜歡Michael Douglas 或者Dian Keaton 又或者其他戲 你已經看完 沒有什麼特別好看 你又不介意看這些 即是你喜歡Cast 又不介意戲院 那你就會看 不過Michael Douglas 是開竅了很多 在選角上 我覺得他自從復出之後 他接拍的角色 都有一些特色 其實不是一面傾向 是那些風流有型的 我只記得他上一次 那個腦爆盤狼團 好像牙都沒有了 他的輪廓問題 他有牙的 哈哈 沒有了以前的軒昂 還有霸氣 始終都上了年多 有些上了年多 都還是做過一些角色的 你看曾剛 但是他 不知道 他可能因為角色的關係 如果給他一些霸氣的角色 他可能真的會演到 因為現在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選一些 比較 三千八角的角色 我覺得他現在復出之後 很多時候選了 三千八角的角色 反而對我來說 多了一些新鮮感 看一下Michael Douglas 你覺得他沒有藍拍 這件事很值得轉景 他絕對沒有藍拍 但不是他拍的每一套都好看 但還未到 還未到 還未到 Morgan Freeman 和Robert De Niro 我覺得 哈哈 OK 這套小品色的 輕鬆一點的電影 and so it goes 最後 今個星期 北美會上的 就是一套 比較 經歷一點的 但不是鬼怪 是經歷一點的 原意一點的 叫做 The First Wanted Man 就是講一個很重要的男人 跟一些政府機構 或者維護世界和平 有些關係 跟政治又掛了勾 就講這個人 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阻止一些國家 一些恐怖活動等等的事情 比較嚴肅一點的題材 嗯 是啊 這套電影不是我一杯茶 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 看看Philip Zimmer Hoffman 的最後 完整地拍的一套電影 嗯 但始終 這些題材 我是一般的 因為它沒有什麼動作成份 純粹是劇情片 有些經歷成份 就是追追續續續 或者是打心理戰 那些所謂的經歷 那 就是這四套 四套都幾不同風格的 一套是古裝動作片 一套是現代超人片 一套是輕鬆搞笑片 還有一套是嚴謹經歷片 OK 任君選擇 好 今個禮拜 不如屎角先說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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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個禮拜 主要講一套電影 這套 近來都很受 很受注目的 是韓國片來的 叫做逆拳大狀 其實 基本上我都 對韓國片都沒有什麼大興趣 但是因為這套電影 它是 就是 在韓國很賣座 還有 在 亞洲市場都很受注目 我記得 Sam哥都曾經在節目裡 說過這套電影 所以 找來看 其實這套電影本身 很簡單 有一個韓國的律師 韓國的律師 初頭就 就是 他很誇張 其實在這套電影 我很不明白 初文你有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沒有啊 其實我有機會想看 但是沒有錯過了 因為這套電影其實 其實很早 其實還沒在香港上之前 已經在Coculum的Silver City上過 我有一套很不明白 就是 他的律師 他是中學畢業的 但是他可以做律師 這套電影我搞不清楚 可能是韓國的教育制度 容許到這套電影 不是 因為他學力低 所以被其他人看不起 但是他是正式律師 但是他是正式律師 可能他讀書 是可以讀回來的 未必是 他考試就可以了 不知道 總之在這套 我們不清楚韓國的制度 而且不是一套現代的電影 他是在說很多年前的 他是在說當時的朴正熙 那時代 所以沒得深究了 那時候 我想是六七十年代 Anyway 這套電影本身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他本來是在鄉下 在鄉下 後來就去了城市 做律師 但是呢 因為他學力低 都知道不到什麼個案 最後來 他後來就為了一個學生 那個學生 因為被人誣衊做共產黨 因為當時 當時 朴正熙時代 是很反共的 即是 誣衊做共產黨 北韓 南韓 南韓 但是 共產黨不就是北韓 即是誣衊的學生 是來自北韓的 所以 所以就很大罪 不是不是 他學生去研究共產主義 他有個讀書會 這些叫做文字獄 他為那個學生打官司 但是最後來 他也是 因為個人的力量 就是抵抗 抵抗不到整個 整個政府的力量 都是 都是輸了的 其實這個故事本身 就不是 不是很新鮮 或者是 在韓國本身 就是 他會 他會 有吸引力的 因為始終 始終 當時的韓國社會 都是一個極權的 極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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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齊戲 就爆了一些 當年 當年的一些 所謂 政治黑幕 這樣的情況 但是 我們看來 一來我們不是韓國人 二來對當時的那些 歷史 又不是太清楚 看來就不覺得他有什麼太特別 但Anyway 這裏都是很值得看的 可以幫助大家了解一下 當年韓國的情況 還有他都描寫到 韓國的司法界 政治界裡面一些鮮為人知的東西 我想也算是一套人物傳記片 我不知道 他好像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是一套人物傳記片 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圍繞著人物來講 可能令到你覺得好像沒什麼說 他也拍到一些時代感出來 其實主角宋康浩 演得好不好 他也是影帝級人馬 在韓國 我對韓國演員就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一來看得少 二來我覺得他們的演技都很程式化 什麼叫程式化呢 很難形容 好的就是一念正氣 不好的就是奸 從頭到尾都是奸 其實他又不是英俊 但他真的有很多戲拍的 而且他 他的樣子是很典型的韓國男人 但他已經到了終年發福 即是他怎麼說呢 他的片種都很寬 譬如你韓流貴客 那些這樣的片他也拍 你說那些變態的復仇 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拍 現在這些劇情片他也拍 喜劇他也拍 我想他其實是一個挺多面的演員 所以他這次其實 我想是這部戲的賣點 我想男主角也算是 除了一個故事之外 是的他因為他拿過影帝 所以有一定的交壓力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從年輕到年紀大 不是不是 那你說他讀書年代 他一出生 不是他一出來已經是 已經是 而且他說的時間是很短的 是嗎 他不是從學生時代講起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一出來已經是那個年紀 我只是一部戲交代他 就是一出來已經是在鄉下 來到城市 就是沒有說他以前 就是已經入行的了 嗯 OK 好 那 Foken 今個星期終於看了 馬騩了 是啊 看了 OK啊 OK啊好好看啊 好看啊 嗯 嗯 未看第一集看第二集 都會得到那個故事說什麼 因為他之前 是 因為他一開一開套戲的時候 已經講了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 那個地球會變成這樣啊 還有又講 那些猴子又怎樣 但是地球變成這樣 是和第一集 第一集的故事之後的事 但是和第一集有關 就是他研發了那隻 血清 是的 然後令到那些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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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講第一集 和第二集中間的十年 他就用很短的篇幅 很快交代 是啊 很詳細 我覺得是很 快狠準 可以說是 他那個解釋方法 那他的表演也有趣的 是啊 就是 很遊戲機的感覺 就是 這裡就去這裡 A到B點 整套戲的流程 是覺得很流暢 又沒有其所謂 娛樂性很豐富 那些紋戲都很有趣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那些猴子 自己去做紋戲 哈哈 你會覺得 嘩 但是為什麼好看過 Transformer這麼多 哈哈哈哈 OK 然後 主要套戲是講 和平的可能性 和戰爭的摧毀性 他這兩點的拿捏得很準確 突然之間 你見到其實 可以很和平的 突然之間就 突然之間 戰爭就來摧毀了全部 所有的東西 還有 我覺得那個結局好 幸好是 不是英雄式 因為 你會覺得 就算兩個主角 就算那兩個主角 就是猴子 Ceser 還有那個 Cobra 不是Cobra 就是那個Fogger 人類 他們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你覺得 你是想他們成功的 但是 他敵不過那個故事 就是他敵不過那個故事 將會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點 是做得很好 就是他人物 不是比那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 手法是做得很好 那他又很順利成章 帶到你去期待 第三集那個setting 是啊 很無奈地進入戰爭 那個位置 其實是很震撼 我覺得 是啊 那也很感動 因為 他們以為 他們做好手頭上的事情 就可以有和平 但是其實 到了最後 和平已經來他們很遠 是啊 大家迎向未來那場戰爭 那個 就是很無奈地 帶著那些猿人 繼續去打 是啊 其實他真的鋪得很好 是啊 他鋪在第三集 鋪得很好 所以 所以很多人看完 就很期待第三集 嗯哼 我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這樣說 是可以在沒有看第一集的前提下 看了第二集都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你還沒看過 我還沒的 看啦 你還沒看 Star Wars 然後看 Empire Strikes Back 你覺得 Empire Strikes Back 都是好看的 OK 因為其實原本 我也是考慮過入戲院看的 但是跟著我太太就說 還沒看第一集 不如我們也是找日看第一集 才進入戲院看吧 這樣 那倒是 結果就沒有進入戲院 所以你要這樣選擇 都沒有了 厚非 你可能看完第一集 你會看到他在看影片 跟男主角那段感情 你可能會比較投入 很投入 如果你看了第一集 那段你不會錯過太多 對 對 但是看吧 因為其實你說近期的 你能看Transformer 你不如看這一套 反戰的意欲很強 就是他在說打仗 但是其實是很無奈的一場仗 嗯 還有人類其實不是真的大奸大惡 人類其實只不過是害怕 他們不認識 他們不認識 那些人員的屬性 而害怕產生那種 Fear of the unknown Gary Owen 的角色就是 因為他的家人 Whatever 他沒有說什麼原因死去 或者是猴子或者是病 都不一定 但是比較容易的方法 那些人就會罵人 那他就會罵人 反而Gary Owen 的角色 不是那麼... 不搶的 不搶的 但是他最後... Sorry 不劇透了 但是他最後做的一件事是 美國人自嘲自己的英雄主義 其實就覺得 因為我你們才沒事 I'm doing 就是我令到世界會美好一點 就是他那種英雄主義式 美國人是會有自嘲 但是要不要Gary Owen做呢? 我經常覺得那個角色 真的... 其實... 不會 但是你會多些人去看 OK 不一定要的 你可以做一下Samuel Jackson 也可以的 但是那個角色的分量 真的不算多 雖然他是有條線 但是其實真的不算多 你用Liam Neeson 去做是一樣的效果 是... OK 但是... 但是... 我覺得這套是暑假裡面 一些大製作裡面來說 算是... 有心機 最好看的 我覺得 他們穿著Motion Capture 3 那些人 裝猴子那些人 應該有些特別獎的 雖然不是我可以競爭 最佳男主角 whatever 你沒有在Facebook收過一條片嗎? 我收了一條片 是拍著有個人戴著 然後旁邊拼在星星那裡 即時做回那些動作給你看 他是... 好看得到 他每隻猴子都覺得 他有自己的性格 和不同的樣子 他不像全部Generic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全部猴子的樣子 但是他每個猴子都有自己的性格 而他... 即是和外的那些 就是有個人 即是眼神就像人多些 那Copa 即是暴雷的那些 就是... 真的像一隻野獸多些 哦 那人本身暴雷的那些 有些樣子都像野獸的 不要只說猩猩的 是啊 他最後的鏡頭真的好 嘩 他在他的眼睛那裡 是啊 嘩 真的偽高人膽大 你不是有自己的技術 你不會這樣做 而且你看到有個... 即是... 你看到有個... 靈魂在裡面 他拍到那個很震撼的 從一個很大的場面 在他的眼睛那裡 就是全部人員對他跪下 要他原諒的嘛 是啊 因為他們沒有服從他 然後他就看著... 他就看著這個... 著火的城市 然後就完結了那套戲 我覺得... 真的很棒 總之就是... 強烈地推薦他去看的 這套戲 嗯哼 OK 那Foken還有沒有其他電影 今個禮拜想說 沒有 特別想說是這套 OK 那我說呢 我今個禮拜沒有進戲院看 但是在家裡 都看了兩套戲 那是... 誤打誤撞在... Youtube 就不知道為什麼 按了一套叫功夫俠的電影出來 誰做的 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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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黃虎是太極俠那個... 哇... 我叫你為C.O.的替身來的 就是... 你看他的樣子 你不覺得他像打得 但是他埋牙的時候 又真是幾抽得那個 OK 那... 是誤打誤撞的 按了出來 我看到... 咦...黃虎啊 那我先看看 那... 其實這套戲很簡單 就是講... 一宗的綁架案 然後... 在不知道什麼情況下 就被黃虎的老闆 就夾了一個肉心回來 但是... 綁架那個人 結果那個老闆被人殺了 於是黃虎呢 就帶了一個肉心 但是兩個是溝通不了的 因為一個是講英文 一個是講國語 完全兩個是溝通不了的 那黃虎就講英文了 黃虎... 黃虎沒有講英文了 黃虎又講英文 就是講了NO 然後... 總之就... 就帶著一個小孩 就在那邊追追續續 跟那幫綁匪 又跑去追 結果又打打架 那樣... 嗯... 即是我第一次看大陸拍的 動作功夫片 其實我不應該叫它做功夫片 不過它又叫它做功夫俠 所以我儘管又叫它做 動作功夫片 很廢啊 那個名字是The Man of Kung Fu 它不是英文 是Kung Fu Hero 很廢啊 功夫俠 對啊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 一直說那個小孩 即是被綁架的那個 他很崇拜超人 他一直都以為 黃虎的角色就是超人 因為他很厲害 很打得 但結果 就知道不是啦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超人 你是功夫俠 就是拿了這個作名 那些打鬥場面 OK啦 當然 不要只要有八爺那些 那麼好看的 但是 尚算OK啦 我覺得 某程度上好看過 阿丹爺那些 那些動作 但是這個故事 真的簡單到 沒得再簡單 還有 大陸拍的影片 之中就是 呃... 壞人就必定會被人抓 那麼好人 臨尾他這套都算是... 呃... 沒有交代清楚的了 大陸一定要這樣的 現在也是的 大陸壞人一定是沒有好結果的 那些戲 那樣子丹菲好像壞人都沒有什麼 但是他不會有很好的結果 那而好人... 姜文嘛 姜文是破格的 姜文懂得玩遊戲規則 想表達到他想表達的東西 對 而且大陸都比沒有姜文好表 然後最後 他做了一個很超人的動作 就是講過那輛車呢 他拿著那些... 叫做什麼鬼啊 大駕SUV小小的那一隻 他有一輛車的一半 是橙了出路上 是在山崖上淡下淡下淡下的 然後王虎竟然是 第一他本身的電影講他的畏高 結果就沒有理會 就用皮帶夾著電線 就在那邊滑過去 好像飛過去那樣 哇 成龍那些 對 但他的動作真的做得很超人 好像打橫飛過去那樣 我已經笑了 看到那裡 然後他下去 為了救 因為那些壞人就爬了出車 但只剩下那個被綁架的小朋友 還有那個幫他翻譯的老師 因為結果有個女生幫他們翻譯的老師 就在車上 王虎就跑到下底的石頭 竟然是用一人之力抬起了車子 把他推上去 這個真的很超人 我看到那裡笑了 然後臨著抬完之後 就說他踩著石頭鬆了 他好像掉下去 原本他披著那一件袍 他就飛了上天 但人就不見了 全世界都以為他掉下山崖 但那套戲最後一個鏡頭 就拍著他有一隻手 就沒有拍是誰 就捉住了一棵樹幹 這樣就完了 很傳動的鏡頭 對 但是 我才能夠說 以大陸拍的水準 這套我覺得是 很隨便的戲 我不知道它是太極合之前 還是之後拍的 但是王虎呢 我始終都覺得他真的 不能夠擔得正 因為他的樣子 比如說恩子丹 他是有一種霸氣的 但王虎的樣子是不行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 像誰呢 我經常都覺得他有點像草蠻的蔡一傑 長頭髮那個 但是他還油頭粉臉一點 長頭髮那個是蔡一致 蔡一致 我撈亂了 他有點像蔡一致 但是他還要油弱過蔡一致 你看一下 那你怎麼擔正一套功夫片的主角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現在很多有新手的樣子都擔不正 你說 很多都擔不正 對 我知道 但是他 那個什麼 那個 哪個你想說 色小龍 不是色小龍 就是收出時發掘出來的色 沒有色 Anyway 吳京那些 譬如 吳京都還OK一些 因為他的樣子比較剛烈 雖然他說不是真的很擔得正 但是你一看到他 你還是覺得他是一個打仔 王虎那些 你覺得他是做 那些私人就比較像 他的樣子真的 完全是 我看到他的樣子 我說不是吧 這個是主角 不是吧 這傢伙可以打 那你真的沒有看過 Man of Tai Chi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看過 所以我看完這部戲之後 令我有點興趣去看 不是吧 我想看看他的表現 我不是很想看這部戲 很想看他的表現 OK 另外一部就是 出雲者給我看了 我終於有時間看了 神勇飛鷹俠真人版 可以跟出雲談 因為出雲看了 之前都沒有說過 對 等你說吧 其中的原因 也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哈哈哈哈 那又不是完全沒有什麼好說 我覺得他拍了出來的感覺 還算OK 但是有兩個致命傷 其實兩個最大的致命傷 第一就是他的故事 改編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原裝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其實是講一些外星的侵略者 然後做那個 真人版裡面 叫做鋼鐵大王 那個角色 其實就是純粹一個普通人 只不過那個做執行者 但是真人版 就 無緣無故多了一個 叫什麼X病毒 那就搞到好像有些 Resident Evil 那種感覺 說中那種病毒的人 就會 可以有那些特別的能力 而 控制到那些人 即是控制到X病毒的人 就會變成超人 控制不到那些 就變成像Zombie 那樣 就幫他們打 會不會動漫畫改編的日本 你們都一般好看 之前那個大王 都一般的 一般的 嗯 改一些 又不一定全部的 那 變態超人 變態 人家又罵了 變態假變 不是 那個爆粗ban有都搞笑的 是爆粗banOK 我又覺得 所以有些他OK 那套不算是真的太超人的 還有 如果你說改編的 《幻想情人夢》 那套都改編得不錯 就是《幻想情人夢》 那套改編做真人夢 那這些是愛情故事嘛 就是《東京愛的故事》那些 所以其實他有些改編得OK 所以說橙路也應該拍真人夢 橙路 但橙路真的說完等於沒有話說 橙路真的大 但選角真的要 對 神勇非鷹俠真人夢最大的敗筆 我看完最不開心的那個項目 就是 為什麼叫神勇非鷹俠呢 是因為主角那幾個主角那件衣服 那幾件箭袍 那個頭盔都是絕容不同的雀鳥的嘛 但其實神勇非鷹俠 是不是香港無線翼的呢 是 他日文是不是真的解釋非鷹呢 日文應該是科學忍者隊的 忍者隊而已 所以不怪的 他不是想來 平衡香港人的嘛 我知道他不是 但是 我會覺得這套是這套動畫的特色來的嘛 他用不同的鳥類來做頭盔 肥仔就是貓頭鷹啦 然後白色衣服的女生呢 其實是一隻鴨來的嘛 然後男主角就是一隻鷹 所以叫神勇非鷹俠而已 其實就算他們的座架 都是鳳凰號的 都是全部用鳥仔為主題的 但是這次他這套電影 他把兩輯的神勇非鷹俠 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再改編 因為第一輯是沒有鳳凰號的嘛 是 後面才有的嘛 第二輯就越玩越誇 就是有一個鳳凰號 另外還要站在鳳凰號那裡 拿著把劍砍砍砍的嘛 那麼正 第二輯啊 其實如果算日版 神勇非鷹俠應該有三輯的 是嗎 我可能看到第二輯了 如果你看那個台灣版 因為有中文字幕的台灣版 他就把第二和第三輯 混合了變成一輯一百集的 我不知你看過是哪一輯 但是總之 故事懷就一般 他太多東西想交代 但是只有一個多小時 於是他就搞得有點不倫不類 那 又沒有了那些戰衣的特色 就是那些鳥仔頭 那搞得 呃 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其實整體我覺得OK 就是情懷 說真的看 挺慘的 看兩部電影都不好看 哈哈哈哈 最痛人世間最痛 不不不不不 不算很慘 那麼 神勇非鷹俠呢 算是OK 也不是說不好看 其實他的進程都算OK 只不過是 我不喜歡他的規格 沒有了那些特色 還有 他改編改到有點怪怪的 由外星人變成了一隻病毒 外星的病毒 那我就感覺上有點怪怪的 但是整體來說 OK的 他的電腦的Graphic 都做得上算可以的 其實故事懷是獨立的了 我覺得 他跟電視片就是完全 他一定是 很明顯 而且他加入了很多背景 是啊 他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你完全不可以當看電視的情節 沒有了 是啊 所以我都用一個全新的心態去看 但是我只不過是覺得 他那隻X病毒 就像什麼呢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那套Lucy 哈哈 但是因為中了X病毒 你又控制得到他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超人 那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變身什麼都可以的 那 但是控制不到他那些 Lucy裡面的人就會毒死 但是這個就會變成像喪屍軍團 那樣 我覺得動作可以再做好一點 那是 的而且確 他的CGOK的 日本的CG又是一時時月 可以了 這套 不是很漂亮 但是可以我接受到 那 但是他那些 我至少會期望多些飛城走壁 他其實也不少了 尤其是開 不過 不夠 他是唯獨開頭 開頭那裡 對著大車輪那裡 那裡 以忍者來說 他的武器 他沒有突出到每個隊員的武器 他不夠時間 我就是說 他想說的話很多 但是他的時間有限 你動作場面 你至少強調他們 每個人有獨特的武器 不過他那三隻巨頭 打角的巨頭 他好像完全沒有怎樣介紹過 結果很輕易地被他們打死了 是啊 這樣就 變成了有少少敗筆的 但是 我也是那一句 他太趕了 嗯 全會都是趕的 那他會不會發第二集 他肯定會 他最後 那些Credit完了之後 他還有一個先的 我知道 對 他那個先就是 因為其實在說二號仔 穿黑色衣服那個 他是中了那隻X病毒的 是啊 那最後 他說他那塊光之石 我不解釋這麼多了 你有興趣大家自己看 為什麼那塊光之石 他那塊光之石 終於都沒有光了 然後他那個X病毒 就發了出來 看到他對眼 突然變成色 這樣就完了 其實是 當時就算你看電視 二號也是最吸引的 中常是暗黑的性格 二號那個結果 在第一集 他在第一集的時候 卡洞片死了 第二集的時候 他才被博士 改造了半人半機械 這樣出來 第二輯的時候 第二輯 所以他結果 是死過 再回生 永遠都是討好過主角 那些好位死 正能量 永遠第二 那個都是討好一點的 那些黑暗面 因為主角太過正氣 正果頭 所以二號仔穿黑衣 那個正也邪 但他又不是真的邪 但我又不知道他 又不合群那些 故事發展下去 如果他拍續集 他會怎樣 因為 不可能跟回動畫 但是 他又沒理由說到 二號變成敵人 所以 變成敵人 好像 但他在哪裏 變成二號出來 蛤 他又在哪裏 變成二號仔出來 不知道他怎麼想 當然我不會幫他想 我想了他也不會用 沒興趣猜 反正你也不會有什麼邏輯 我就是最希望 如果他拍續集的話 真是放一些特色 那些忍者戰袍 加一些特色 我不用你做到像動畫那些 真是不同的 鳥頭 但起碼你也要做個尾巴 那些 像小小鳥 我覺得這樣比較帥 因為 其實喜歡這套東西 是因為 喜歡他們的戰衣 你說不喜歡 但其實他放得出來 我覺得他投資這麼多錢 去拍一套東西 其實都做過很多民意調查 或者做過很多 research 真的 嘩 我不會覺得 他至少都會給別人說 真的嗎 當然有人說 當然是proof了 OK的 OK的 其實他又不是說 很不OK 我只是不開心 他沒有了那些特色 但是整體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他這樣變 整體基本上 其實也有可看性 這套東西又不是完全看得到眼 但 起碼一定比功夫盒好 但功夫盒呢 其實都不是差的 因為我都當了一套笑片 這樣看的 所以都帶給我很多歡樂 跟我看力王的時候 一樣很多歡樂 功夫盒笑著 功夫盒 也都不用煩你上網打 功夫heroes 或者打功夫盒 應該都會找到的 有整套戲過半鐘 神勇飛鷹俠呢 youtube沒有 不過我知道有trailer youtube我找到 如果你想看神勇飛鷹俠 原本的動畫 youtube反而有些 是嗎 是不是廣東話的 不是日文中文字幕 找不到廣東話版 ok ok 神勇飛鷹俠講完了 輪到春雲你講一下 我看了3D豪情 聰明不聰明 你說什麼聰明不聰明 豪情比較好看 還是3D豪情比較好看 豪情比較好看 豪情比較好看 嗯嗯 豪情有古天樂 和齊逸遜 他說的都是香港的 香港的東西 他現在 他現在這個是原創故事 豪情是真人真事改的 真人真事改了很多 相信 但是3D豪情 我覺得感覺完全是 原創故事來的 純粹是講一個 寫色小說的 作家 這樣呢 就 就 走了去日本 就 希望拍AV 那 somehow 自己 就做了AV的男主角 小澤馬利歐 是啊 然後就爆紅了 爆紅了之後 就 賺很多錢 那 就說他做了AV男優 那 去到後期 就 彈了一個古天樂 出來 另一個挑戰他的AV男優 兩個鬥 結果是笑片來的 那一刻變成笑片 就是笑片 對啦 你一開始想什麼 劇情片 奧文澤 3D豪情是劇情片 你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變成笑片 不不不不不 其實我的問題是不應該這樣問 是 即 即 變成了 最後鬥的時候 又不是看女兒這樣鬥 還是怎樣鬥 什麼是看女兒這樣鬥 因為3D豪情 這些 講得明白 其實是看女兒演員的 首先我是沒有涉獵過AV的 但是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會知道 其實他是 即是你怎樣在AV裡面搞噱頭 嗯 即是你除了是看那些東西之外 其實 即是 那他不是說 其實 其實就是講 因為AV一向都是女性 即是被男性看的 那AV男優就吸引了很多女性看 嗯 即是很多女性的粉絲 那就是講 那AV男優就是鬥他們兩個 怎樣 劇情 每次拍到AV的時候 怎樣能夠令到 即是能夠令到 即是能夠令到 即是能夠吸引多些女粉絲 在一個很活該的情況下被淫慾 哦 OK 所以 所以他們想的那些 是 是有辦法的 即不是說 完全是騙 騙飯吃 那樣的 即是我說說一部電影 但是你說 是不是好看呢 始終 我也覺得是一般 即是沒有第一集那麼好看 但是兩個故事不同 也都不能比較 但是 嗯 嗯 而且是推銷到杜曼仔的肌肉 那就是 瘦了 不是說真的肌肉 OK 是的 OK 所以 怎麼說呢 如果你本身 那個人 不會笑那些賤 你不會笑的 你不會笑的 那 這些擺明是 銷賤的笑話 是的 即是 同期我其實 不是同期 早期我看了一部 爛滾夫鬥爛滾妻 嗯 黃禎會笑話 哦 那那些不同 是的 但是爛滾夫爛滾妻 有幾個位置 我真的笑得出來 Friedly的豪情是哪位導演的 李公樂 OK 陳慶佳 監製 即是都是豪情的班弟 監製 女主角都是何超儀 何超儀就是他做杜民宅的經理人 嗯 不過他聰明 其實他找日本AV界拍題材 因為其實我之前聽過 其實日本AV是決男優的 我忘記哪個新聞看到的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新聞 我看新聞看得到的 可能這個新聞出了他拍這套 也不奇怪 因為我看了一個新聞說 有個年紀都很大的 男AV 男優 是原來很受歡迎的 即是他已經 七十幾歲 但仍然在做AV男優 不是家庭英嗎? 不是家庭英是神之手 那AV男優原來是在日本 很受女士歡迎的 那篇報道就說 原來AV界 是很缺男優 日本 如果你看3D豪情 你會看到日本 另一種文化 AV文化 他不是很深入地說AV的 架構或文化嗎? 當然沒有 但是他 他會有說AV怎樣拍 或者是 即是他會有 即是你會看到 原來一個景 可以拍很多套 是啊 即是一個廠裏面 有很多景 然後他又會說 這些不奇怪 無線一個景 都會拍很多套劇 而且這套劇之中 都是在日本拍的 所以 那會不會好像 以前北美拍套 有一個叫Boogie Nights 或者那些 不同 這樣和很不同 很嚴肅很多 對 他這套去到後期 又是賣弄回 主角忍不住笑 照Capture那些 那些 即是 即是 杜汶澤自己忍不住笑 那些電影又Capture 出來拍 即是那些 哦 那些 即是你看《絕世好Bla》 有一段 那兩個男主角忍不住笑 就照Capture到 放回那套劇 是啊 他有很多這些 是啊 他臨尾 忍不住笑 你令我想起周杰倫這首歌 什麼 因為周杰倫這首歌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說 拿了所有AV裡面的一些鏡頭 那些男主角的鏡頭 那些鏡頭 剪輯了 做了一隻歌的MV 是配上去的周杰倫這首歌 不知道是叫你好媽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我看過那次 是 是幾感觸的 他那些眼神 是很幽怨的眼神 好笑 但當然 那些三級部分 都剪走了 只剪那個 我想他在很多不同的AV 都剪出來 那是挺好笑的效果 那就是 我只看那個MV 我就覺得 咦?日本那些AV 我想都有些 很多都有故事性 都OK的 他剪輯了看 VD豪情是賤 但是 有Point地賤 有沒有得罪喜劇那麼賤 坦白說 你看AV豪情 雖然有很多AV女優 或者是裸露的鏡頭 但你不會有性衝動的 OK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 純粹你覺得 那些肉蟲 你會知道 是為劇情而做的 當然沒有去到 色情男女那麼嚴肅 要探討的事情 但是 你是不會有性衝動的 你不會看 好像看到鹹片一樣 有性衝動的 但是 你 而且很明顯就是 搏 搏香港人會看 現在 因為香港人現在口味 已經要看 要重口味 就是搏香港人看 那你會看到 他經常到處借票 以前有沒有這些 其實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的架構 沒有那麼 那麼 拉西扯 就是 至少他真的說 杜汶澤一個角色 去做 但是 說真的 高潮委就是欠奉 他 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覺得 可以再拍得簡單些 Anyway 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題材有興趣 就看 OK 好啦 還有沒有其他戲想說 沒有啦 都差不多 都50分鐘 對啊 因為今個星期有多新戲介紹 OK 好啦 那我們part2回來 又說 又是人物來的 part2見啦 好導演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票房的走勢 肥龍馬上和大家揭曉 上星期介紹的三套電影 全部都入了十大的位置 究竟去到哪裡呢 立即開估 排在今個星期第十位 找來上畫八個星期的 Maleficent 上星期排第八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324萬票房 總成績 大手旺場 2億2830萬 第九位 找來上畫三個星期的Echo to Earth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327萬 總成績3199萬 第八位 找來上畫六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How to Train a Dragon 2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同樣下跌三級 收到390萬票房 總成績1億6078萬 第七位 找來上畫六個星期的搞笑電影 22 Jump Street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都是下跌三級 收到470萬票房 總成績1億8051萬 第六位找來上畫三個星期的Tammy 上星期是桂軍電影 今個星期都是下跌三級 收到740萬票房 總成績7105萬 第五位找來上畫四個星期的 Transformers Age of Extensions 上星期是亞軍 今個星期都是下跌三級 新戲都未出現 今個星期收到985萬票房 總成績2億2700萬 耿頸四個位置 終於找到第一套 上星期介紹的新上畫電影 Sax Tape 一上畫 收到1461萬票房 三甲位置 有兩套新片 貴君第三位找來 全新上畫的動畫電影 Planes Fire and Rescue 一上畫收到1751萬票房 而今個星期 亞軍的電影 就是另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就是The Purge Anarchi 這套驚慮電影 一上畫收到2982萬票房 至於今個星期的冠軍 吳西文納桂 仍然是這隻大猩猩 沒錯 就是找來上畫兩個星期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上星期她是冠軍 今個星期繼續閃亂 今個星期收到3625萬票房 總成績已經有1億3921萬 揭曉過今個星期百尾十大票房之後 稍後Part2回來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kliksoeasy.com 1klikradio 看我七旋斬 再看我劉勢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都會在1kli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神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 到時見 www.1kliksoeasy.com 只要1kli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klikradio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嗎 去1kli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1kli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 順便聽到1kli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kli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好 電影大白貨 來吧 回到第二部份 電影大白貨 剛剛 Valkan都說了我們選了一位 我們普遍來說都覺得是好導演的 他是先由一位演員出身 跟著就成為了導演編劇 然後也有監製的 都幾多妻類 在這個電影界 不是說周星馳嗎 不是 因為周星馳沒有玩過賽車 但這位也是做業餘賽車手 嘩 好出啦 他的資歷比周星馳 深很多 深很多 他不止 他不止 你講了他的名字 是啊 他不止資歷深 他是演藝世家 演藝世家 即是父親 母親 都是 都是影圈的人 坦白說 用不上演而優質度 我覺得 因為他演都不是很優 哈哈 他三兄弟都是演員 最出名就是他 即是對上的大哥 即是對二哥 即是姜大衛 電影 電影就是 是的 那 《秦輩》也會出名 大哥就是《秦輩》 《秦輩》 那 《二東星》 哦 他的語名 是語名 那他和姜大衛和秦輩是 同副 同副義母 是啊 是同副義母 應該是 那 他就是 《二東星》就是75年 由姜大衛介紹 進去邵氏租 做基本演員 那 就是說 其實他出道 比姜大衛和秦輩 遲很多了 因為姜大衛和秦輩 在《同星》的時候 已經開始演戲了 但是 《二東星》 《二東星》也有一套 是《同星》身份拍的 是嗎 叫做 《玻璃眼球》 他做秦朗 我還沒看過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資料 哈哈 Anyway 他75年就加入邵氏 直到77年 才擔正來演出一套戲 那套戲 令到他一舉成名 就是《三少爺的劍》 《三少爺的劍》就是改編自古龍的小少少 就是楚賢導演的 自從做了《三少爺的劍》之後 跟著他拍的 都是那類的新派 所謂的新派武俠片 但是呢 他的名氣 也沒有再進一步 沒有啦 他演員的名氣 反而不是太響 他其實只有三少爺的劍 就是《八玉老虎》 八玉老虎不是一套代表作 《三闖少林》 是不是他的《三闖少林》 是 《三闖少林》 是啊 是他的 還有《如來神掌》 其實呢 非他之罪的 因為當時的邵氏 我自己的感覺之中 邵氏就不太注重演員 是嗎 而且邵氏不注重演員 邵氏不多名尊重 邵氏不注重演員的演技 只是看他的外形 論外形 同一類片種 《迪龍》和《紅型》 當年邵氏那些電影 都是所謂工廠式的生產 所以 其實那個水準 或者各方面 都不是太高 以《東星》 作為一個武俠片的男主角 他的外形 只是一般 對 就是 你拍了《迪龍》 拍了《附星》 也沒有那種氣質 他好像東不成西不就 他又沒有羅列那些 這麼有性格 對 他的外表本身 又沒有什麼性格 演技又不是太突出 所以 外形又不是最英俊 演員那方面 也挺英俊 但不是最英俊 直到86年 他轉行做導演 跟著出品一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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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 就是 港大歡迎 還有 拿了很多獎 就是《迪龍》 《迪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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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導演的第一套 其實看到他從第一套 開始一直到現在 看到他選擇的題材 其實他也是一個 很有Heart的導演 其實他的題材 是 他是想被人 是一個 serious的導演 是 還有他也有很多不同的題材 他會試 不斷 還有 他拍出來很多電影 其實都 就是 不會覺得很差 他很少說會有些劣作出現 因為他的題材 大家已經有期望 他 講幾套 譬如《辛不了情》 我相信 都算是他其中的代表作 還有《烈火戰車》 《烈火戰車》 《亡不了》 《王國黑夜》 《千輩不醉》 《千輩不醉》 但我想問 其實《辛不了情》 幫他拿了不少 就是說 他把整副身家壓了上去 整個樓都按了 這樣去做 其實他由《瘋老正傳》 到《辛不了情》 中間有沒有作品 《人民英雄》 有 《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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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 但一套不是一套收得的電影 來的 其實《瘋老正傳》這類電影 你拍了 你是預料不收得 但是就會有口碑 《人民英雄》 《人民英雄》 還有一套《再見王老五》 都是他拍的 他做男主角和自導自演 這套是他導演的 他跟張曼玉 是嗎 等等 是不是他拍的 他做男主角那套 是不是他拍的 我不知道 總之他是導演 《再見王老五》 聽說《再見王老五》 也有點口碑 這套 不是說特別精細 但是有板有眼 我覺得 其實他真的拍完《辛不了情》之後 他才進入到商業電影的世界 才有他的影響力 主要是因為《辛不了情》 那時候並不是主流 但是他把《辛不了情》 變成一個潮流 是 而且把《劉青雲》和《袁詠儀》 這個組合 帶了出來 是 以後很多都是劉青雲和《袁詠儀》 是 有少少少劉青雲和《袁詠儀》 有少少少像 他帶了出來的時候 去到 以後 有他兩個 就有《辛不了情》 我自己覺得最成功的地方 是加入了《懷舊》的元素 我反而來說 我對那兩個男女主角 就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對那些後面那些綠葉 《袁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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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的《袁詠儀》 《袁詠儀》 《袁詠儀》 是在大大大地م的環境 很吸引人 以及 invincible 很多人的回憶 那一部便擺明是《裹齬拱詠儀》 對啊 還有那部yen-炁彩的角色 在這部劇裡面其實真的頂好 那部性格頂吐好 然後 討好的我覺得她是一個真正悲劇型的角色 因為明明醫好了病 更加開心上加開心 結果突然之間又復發 其實文藝片一向香港都不收得 但真的可能太久沒有人拍過文藝片 所以人們多了一個選擇 我可能不當那一套是文藝片 那一套是文藝片的 那你當是甚麼片 笑片 當是一套 劇情片 生活片 所有劇都是說文藝片 那文藝片都很生活 他的特色 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是很生活化 但他是愛情大悲劇 骨子女就是愛情大悲劇 基本上他的故事是承接舊那套《不了情》 是嗎 所以他叫做《新不了情》 怎樣承接法 承接的意思是 他搬回那個架構 放在香港 所以他在故事上 對我們這些老影迷來說 是沒有新鮮感的 但對你來說《不了情》一定是文藝片 是嗎 那《新不了情》你不會覺得是文藝片 《新不了情》你不會覺得是文藝片 反而是這套最靈魂的地方 為什麼會受落 就是因為他用了一種新派的方法 包裝了文藝片 令到你沒有了那種文藝片的屈滿感覺 但也感受到那種悲哀的氣息 我又不會覺得他用新派 但我會用回《市角》那個詞 他很生活化地拍了這套文藝片 或者是 總之他不會用舊式那種 令到 令到觀眾看得很舒服 因為他很生活化地拍了這套文藝片 而且他的素材很豐富 就像我剛才說的 他又有劉嘉玲 音樂界的內幕 又有小市民的生活 但這麼快說到《新不了情》 我想說回《瘋老正傳》 因為我很喜歡這套戲 他整套戲很震撼 很爭議性 他說上映的時候也有問題 人們會不會不給出 會不會令到歧視那些精神病患者 令到人害怕那些精神病患者 還有他又說 用影射的一個 好像八月年的一個 有一個精神病患者 進去了幼稚園斬 是一套故事的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個故事 其實有一點像現在 很多電影都是很多條線 他就靠一個社工一個記者 去串通這些故事 但是他裡面的精神病患者 全部都是粒粒巨星 周潤發也有梁慈偉也有 其實是秦沛 然後還有什麼呢 他真的很多層面的精神病患者 他都有說到 還有他的拍攝手法 真的令人不安 可以做到那種 例如秦沛 一開始你覺得是OK的 尤其是秦沛 你覺得是OK的 然後康復了 是一個好例子 原來不是的 他還有什麼拍到 好像以前的 好像以前的 有些B-Movie混合片 對 他那種沒有賠 那種很震撼 對 他還在屋邨上 對 然後周潤發也是 那種很震撼 我覺得周潤發其實是很平的 但到最後發覺 原來他埋了自己的女兒 不是那個兒子 那個兒子 那個女兒沒事的 那些也是很震撼 我覺得 甚至乎去到最後 梁朝偉 踢死了 馮水凡 你 完全是 Unexpected 那種非常突然的感覺 是啊 我覺得 在這裏之前 不會覺得馮水凡 是做到這麼認真的戲 哈哈哈哈 因為你看到你 奇謀妙計五福星 哈哈 我們不想像是追女仔的那些 馮水凡 馮水凡很認真的 對 有阿錦 很緊張 他這部之前的戲 全部是黃禎那些是追女仔 再之前 應該看 再之前就已經是無線 在電視台 在電視台 看《飛越十八層》 《飛越十八層》 已經是喜劇來的 但他也不是很搞笑 他也做了很多 King Sir導演的那些 那些真是文藝片 是嗎 但他也拍過那些男主角 我覺得奇怪 他在無線都拍過 什麼霹力神探 Anyway 我們無可否認 《瘋狂正傳》 是一個好的電影 因為他拿了當年最佳電影獎 當年的最佳電影 秦沛也是拿了最佳男主角 金馬獎也是 金馬獎也是 男主角嗎 是的 是的 OK 但其實秦沛的角色 分量其實又 其實是比較重的一條線 但他 我在《耳東星》的電影之中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王國黑》 我覺得那部電影本身 第一 就是電影感很重 第二 就是他把時空壓縮在一晚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 導演的功力是很深的 你很難在一晚之內 講到一個完整的故事 或者是 做到一個 令到別人 透不過氣來的張力 其實也是一個先河 之後也有很多仿效 在《24小時》裏面發生的戲 之後就 《雨後春春》的彈了很多 電視劇也有 另一部最有名的就是《BTU》 也是一晚之內 但是《王國黑夜》 是不是第一套 還有《王國黑夜》的角色 我覺得是 安排得好 但《王國黑夜》是嚴重的 不能收到的 那有時候票房 和你喜不喜歡這部電影 沒有關係的 很棒 還有 有些觀眾 沒有這麼快接受到這種感覺 《亡不了》也是《二冬星》 對 《亡不了》也是 超棒 《亡不了》 我覺得是比較做作的 是嗎 我覺得真的 我看《亡不了》的時候 令我回眉《二冬星》《八三不了情》 都是一種愛情的悲劇 在裏面 我都會 說的話不同 但是 它拿捏得 這個 似乎 它拍文藝片 真的拿捏得很好 我覺得 我喜歡它拍文藝片 它那種 用史哥說的 那種生活化 不會令你覺得很屈結 這樣看一套 還有 它不會說很拖得慢 但它就整哭到你嘛 是啊 還有《亡不了》當年好像說 也有的話題是《真人真事》改編了 好像是說有個藍本去改的 不用管了 是不是《真人真事》 基本上所有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問題是 多少段《真人真事》 混合了 《亡不了》我覺得做得最好就是張伯志 是 原來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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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得出那種單親家庭 即是單身母親 張伯志在電影裡很多是《以東星》的電影裡 即是被生活所迫到 而且我覺得《以東星》的電影 類性角色通常都是在中間的事情 即是它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但它又不是很會做一件事 即是好像《丁佬正傳》的葉子有閒 有一天不知道頭不知路 又要去逢水飯 然後去到《王博利》 張伯志要迫著要開小巴 我想說早熟也是 薛凱琪也是不知道怎麼辦 早熟也是一個異數 我不完全沒有好感的 對薛凱琪做戲 但它真的用到薛凱琪的特質 拍到早熟出來 我覺得真的厲害 那種潑辣的野蠻小姐性格 我想問有沒有記錯 好像早熟這部電影 很多對白都沒有預先寫 即是想採取他們的即時反應 是早熟還是另一部 分手說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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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一對男女主角 但不同導演 我分手說愛女 算是有些水準 我喜歡黃珍珍的 她自然拍六個後座 那時候 但只有六個後座 跟分手說愛女 還有女人柳懷疑 算了 我們今天不要黃珍珍 遲些要黃珍珍之夜 OK OK 你有沒有看的 當然有 我真的沒有 搞錯啊 那時候 她上早熟的時候 我剛剛 是不是零幾年 早熟也是 零年因為我回到香港 早熟也是很老套的故事 她也是很生命地 拍出來 其實早熟的故事 我看漁場片 都看過很多很多次 漁場片 哇 很老套 但她又真的拍到出來 她說我們怎麼躲起來 那些 真是漁場片的橋段 說他們倆公布怎麼躲起來 尤其是生氣在法庭 給法官教訓她 那些 真的好像以前的戲 所以有人說 耳東星的電影 其實很多都會有雪教的 你們怎麼看呢 烈火戰車是有雪教的 一定是有的 其實很多戲 基本上她是反映一些社會問題的 是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耳東星的電影 你會覺得她的電影 她有電影良心 就是她 她是真的言之有物 她是真的言之有物的 有時候可能流於雪教 但就算不是雪教 她其實都是想說一些東西的 這裏正主已經是 她從第一部電影 已經是建立了她 是一個認真導演 而是有意思的 但就算是雪教的層面 也不是很深 令到你不接受那種 那她是沒有龍江那些 我又覺得這麼白 我覺得能接受到的雪教 你說去到門徒也會雪教 其實 是啊 但不是太重 還可以 像政府宣傳片那些 那就還沒去到 門徒也要雪教 門徒也要雪教 OK 我都很喜歡烈火戰車 我喜歡錢家樂 錢家樂的角色 錢家樂的角色 他真的做得好 錢家樂的角色 擺明是唱歌的 所以他拿獎 他死的幕現在還記得 是啊 千杯不醉你們又怎樣看呢 這裏 這裏是愛情喜劇 但我覺得拍得好 OK 其實另一個除了張帕之外 還有袁詠儀之外 另一個經常會在《易東星》電影裡有驚喜的 就是方忠信 方忠信 方忠信在千杯不醉裏面 做那個大佬 村長來的 村長來的 然後 其實《王國黑夜》 都很搶氣的 做差佬 甚至乎很多在 比如你說在《窗王》 即是《易東星監製》的電影 其實《方忠信》其實都 都拿了不少著數 在《易東星》的電影裡 我覺得 就是 幫了《方忠信》不少 我覺得 《千杯不醉》是 其實又是一套 你想想是 辛扎師者那個班底 但是拍到另一件事出來 不是 一開始是好看的 但是去到中間 就是去到中間之後 他不然去了那個高級餐館之後 就去了 變了大佬很多 是啊 就是變了好像 你是不是在拍片 因為拍片 所以一定要這樣 有這樣的元素 那時候不是太合拍片 但是那個 女配角是 中國人來的 是 但是 一開始是很新鮮的 那個感覺是 因為 他那個卓頭就是 你喝醉了 喝醉了說話是 不可以算傻的 那些 就是這個 那個題材 他是不是想拍到喜劇呢 其實 我覺得他是想拍到喜劇的 但是他最後也都流於 去到文藝片 文藝愛情片 也變了 變了文藝愛情 他去到後期 我想他都是傾向 喜歡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可能比較嚴肅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看他的樣子 我覺得他很嚴肅 哦 其實他的戲也是 之後也是 經常做警察 是不是 他的戲也比較嚴肅 所以他接下來15年 拍《三少爺的劍》 會不會是跟他之前 所導的戲有些不同呢 感覺 你覺得 你認為呢 因為他之前 我都不覺得他有什麼 古裝戲 他之前是故意不想拍古裝 所以他現在 這次他不只拍 三少爺是 編劇是他自己 監製是他自己 監製是他自己 導演也是他自己 那就好 但是如果 好就會好好 如果一不好就會 他拍回自己的成名作 其實壓力都大的 所以可能更加 但是有時候 真的 真的 看 情況 可能 壓力大 反而出不了一些好東西 所以我就說 如果他一好 整個都會好 因為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 搞 但是 我正在想 因為這一套 也是他的成名作 如果他 控制得不好 稍有差池的話 真的 一層百踩 因為什麼都是他自己的 無從稽考 因為他 基本上 他一直都沒有拍過 他一直都在逃避 拍武俠片 是啊 這是一個大 question mark 所以 香港很久沒看過 真的 很好feel的 武俠片 他現在的 香港近期的武俠片 都是一些新派的 要不就跟大陸合拍的 那些 比較好feel的 武俠片 最近期的劍羽 劍羽 但是這些就是合拍的 變成 跟以前看的香港的武俠片 都很不同 但是 已經算不錯 劍羽 OK 苦錯龍呢 算不算是港產片 其實 其實很曖昧 那 真的不知道 鵝虎蟲龍 但是李安 又是一個異數 其實他拍什麼都可以的 我覺得有板有眼的 李安 不知道 不過我不會 想 鵝虎蟲龍 是什麼 三少爺 我真的很期待 但是我真的很 有 已經是想 我已經是希望 他可以拍到 以前 坐原拍 古龍那類 我不知道 不過應該不會的 其實我最怕的是什麼 因為現在很流行 當他 改編的時候 他加了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加入了很多 後現代的元素 就令到古裝片不倫不類 我現在最怕他是這些 其實這套東西 他都籌備了 他都計劃了很久 不過以以東星之前拍的 那麼多套戲 那麼寫實的性格 我覺得可能 出自他的手筆又可能會好些 我就是在想 拍寫實嗎 不是寫實 我是覺得 以他一直以來的性格 拍那麼多套電影的 手法來講 就沒有那麼浮誇 我想說說 《雨刀星監製》 那些 我手頭上有的資料 就是有幾套 雪聽風華 就是比較受注目的 一套就是槍王 一套就是阿虎 男人四十 和神經合女 那我自己本身 就是最喜歡就是 男人四十 男人四十 本身 他的故事 就是故事 就很簡單很普通 只不過是說一個教書 教書佬 有分外情 那 但是呢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雨刀星》 就是有膽量 或者有這樣的 興趣去 開拍那套這樣的戲 我覺得 這件是值得讚賞 我想不是他開拍的 即是他找投資 因為他起碼 起碼 那 那 那 雖然 男人四十 在整體的成績上面 我不是覺得他 那麼好 因為始終 張學友都不是 就是不是一個 怎樣 怎樣有說服力的 是一個教書先生 但是 他叫學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 故事上面 故事上面 或者在那個氣氛上面 做得很好 尤其是 梅艷芳 我覺得 梅艷芳在南韓四十 那個 演出 比他其他的 都是好 還有 帶起了 林家欣 那時候最好的家欣 但是 又這樣說 我覺得張學友和梅艷芳 在這套戲裡面的角色 他 因為要含蓄演繹 所以 很生活化 好像很淡 他可能要求是很淡 去安華 是 對 但是 你看到 一個叫做 梅艷芳 一個叫做張學友 他們又要嘗試做到很淡 其實 嗯 是有點吃力的 我覺得 演員 我不知道 觀眾看得有點吃力 兩個人都很冷 如果兩個人一起演戲的時候 還有那個文藝感很強 就是 是啊 我不知道 完全不是新不料情 和祖淑 王不料果 那個feel 因為已經是 那個文藝 就是 很文藝 很現代的文藝片 就是說男人那個 是啊 他淫一些古詩 又拍一下大陸的風景 如果你看了女人40 你很難接受到男人40 雖然大家 呃 女人40是許安華 男人40是許安華 但是 你會帶著一個錯誤的期望去看 有一個不同的許安華 男人40的時候 女人40是 Q很多的嘛 就是有些笑位的 到了 那個男人40之後 許安華拍的東西都偏向是 認真的 就是 Teen Surrey都日與夜啊 不是 那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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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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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始終 他裡面 男人40的角色 沒有什麼 什麼啊 我覺得 除了有林家欣 但是林家欣是喪的嘛 看完之後 什麼啊 很頹 很頹 你會覺得男人40 沒有希望 去到男人40的時候 已經是 你的希望就是 有個好樣子 沒有你的 很年輕的 學生妹 不是學生妹 主要是林家欣的學生妹 嘩 很罕有 所以沒什麼可能 但是你說我最喜歡 如果他監製的電影 我最喜歡 《窗王》 《二道空間》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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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道空間》是他監製的 《二道空間》是一流的 《二道空間》是一流的 尤其是如果你喜歡張國榮的話 我覺得是把張國榮帶回來的 我覺得 由去到極端藝術的層面 帶回來 又未至於去流於 那些很便宜的港產片 是啊 就是 所以 如果你剛才提到 《窗王》 《窗王》是很好看的 其實他比張國榮很大發揮 在《窗王》裏面 做一個心理有問題的 沉迷在窗下的人 《二道空間》也是心理有問題的 《二道空間》 是的 那個又不是鬼故來的 很厲害 對 另一套我一定要說 就是 《神經合理》 這套戲令我很喜春望外 喜春望外 意思是 我以為是一套很普通的 街坊片 但是 你看一看 他真的是一套街坊片 他是很能夠表現到 灣仔的特色 還有 他吸引的人物 當然 當然是人物 尤其是 我們一向都以為 容子很容易 而是會唱歌 其實我覺得 他有一套戲 就是 恰如其焚 做到出來 還有我自己最欣賞就是 陳奕迅 陳奕迅 其實 我覺得 他也是 可以做一個好演員 如果大家有看 《野良院》 都 看到陳奕迅 都是很用心去演戲的 還有有些角色 是做到的 但是 神經合理 我想最搶的當然是 吳鎮宇 吳鎮宇 真的 好做到那種 傻 傻佬 那種 的特質 出來 還有我覺得 在感覺上 他 都是承接了 天腦正傳的主題 就是說 在這個 城市之中 很多人 你表面看的 好像很正常 那樣 其實他真的 不知受到什麼刺激 到什麼時候 就是發作 這個會是一個城市危機 其實 我們剛才這樣數 都發現 以東升 無論是監製 或者是 導演 他都 頗多 多犯數 他的戲 但是 結果 都是會有一種 紋偽的感覺 在裡面 新宿故事 新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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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因為發生在日本 所以 對我們來說 沒有那麼直接 和隔了一層 挺好看的 而且是說華人的歷史 我看到成龍 成龍大哥的另一層 無可否認 成龍 改變了他的戲路 不只靠打 但我忘記了他裡面還有沒有 那些翻騰的動作 沒有翻騰的 他實實在在 他有打的 他有打的 真的 不會飛沿走 即是不會利用場地的東西 翻騰 沒有了 沒有 而且他會死的 OK 對 對 他會死的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成龍大哥 在這個 暗幕前面死的一幕 OK 新宿事件 可能就是比較 特別一點的一套 你回想一下 什麼叫特別一點 他的套套也有他的特色 對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唯獨 我覺得他較為失敗 就是大魔術師 這麼多套裡面 這套失守了一點點 嗯 又未至於 真的很差 不過就比起他之前那些 我覺得是差一點 大魔術師是 你很令人期待 因為自從暗花之後 你沒有見過 是啊 有青雲和梁朝偉合作 是啊 然後你還覺得 嘩有子東青雲 有什麼火花呢 有周遜 有什麼火花呢 可能就是因為 期待過高的關係 就更加覺得很難 我很怕 我怕就是大魔術師之後 會放月下 他14年其實還會到一套 叫我是路人甲 是啊 我不知道這套戲 說什麼的 很合拍片 這個名字 很合拍片 希望大魔術師之後 三少爺的劍會好一點 他大魔術師之後就是這套 我是路人甲 就應該14年出 要看一看 然後15年就有三少爺的劍了 我是路人甲 不好意思是找不到的 暫時 三少爺的劍其實他想了很久了 我很期待的 那時候是張國榮拍 唉 唉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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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落實了沒有 找誰拍 不知道 之前說是彭月眼的 OK 其實李治廷拍得不錯 喔 其實現在說來說 我發覺新的那批演員 都是那幾個名字 我發覺 嘩 一看那個 我吃路人甲 其實是一個大陸電影來的 感覺是 是合拍片來的 是啊 但是 但是 我經常覺得 如果以東星那種雪校的味道 再加上合拍片 真的可以是一個災難的 真的可以很適合中國人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那你調整中國人 是啊 中國人是需要被雪教的 是不是呢 而且 邪不能勝正啊 就是很適合 中國政府不會 阻礙你拍那些題材 那倒是 但魔術士就是正正人 所以是 不會被人 OK 不會被中國政府有阻撓的 那些戲 真吹像 我上網找的 只知道導演是以東星的 這套 我是路人甲 還有它應該是拍大陸的 這個叫做 黃漢 還是黃標 那些事跡的 嗯 是啊 即是 發生地點在大陸的 這套戲 應該都是 合拍 但是主力是大陸那邊的電影來的 嗯 難怪我比較沒有留意 那都是主力留意 他15年的三少爺的劍 其實剛才我們都說了 他監製也都包括 我們 上兩次說過的 就是涉定風雲 123 我就剛才有說 你一說他監製 我馬上彈了他涉定風雲出來 123都是他監製 那 嗯 叫做普普通通的一套 我簡直沒有話可說 這套 有沒有說 沒有話可說 我們已經說了一集 我們已經說了一集 是啊 但是那集不是說 二東星 我覺得 不過不是他導演 他純粹是監製 其實監製 真的要看他 其實監製 他的角色是做些什麼 導演其實希望他 就是 或者拍多兩三套 拍片之後 會繼續拍港產片 我很期待他會再拍 真是 純港產的港產片 但是他 他拍 現在港產片的風格 就是要從後面 我想 現在不能回頭拍港產片 不能拍 純港產片 我想二東星不能拍 純港產片 可以拍回《新生不了情》 就算他拍回《新生不了情》 他也可能找個大陸演員 搭一個香港演員 這個必定 也不是那種味道 我覺得 還有我覺得他那個景 已經不會再有那種懷舊香港的感覺 但是你回頭 現在他說真的要拍港產片 他又拍不到重口味 是啊 其實這些正傳都很重口味 是啊 唯有是希望他拍一些 類似是 王國黑夜那類 即是警匪 不是警匪 就是匪 王國黑夜那類 只有門徒那類 唯有希望他回到那個 那個 那個level 我覺得你們還是不要想太多了 你先看看他 夏天那套三少爺 看看那個警方如何 可以是很災難的 其實 很exciting 你是完全不知道 好像王家瑋拍了一對宗師 這樣而已 那倒是 所以你不知道 我就是說 你看了那套再想想 他的未來發展方向 如果他重點 武俠味 我看得開心點 希望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 但是他寫實 他可能是寫實 和文藝 他會不會拍得很浪漫呢 即是 三少爺的叫 會不會拍得很浪漫呢 不知道 如果他加入浪漫元素 我又不反對 因為他會拍魔女轉 很浪漫 哈哈哈哈 但是我很希望 三少爺的動作 會做得正一點 可以設計得好一點 因為看武俠片 其實我很期待 他們就是打的 那這個是看武術導演的 那倒是 不是恩子丹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為什麼恩子丹不公開 恩子丹怎麼拍武俠片啊 不是恩子丹其實他拍過 之前看過他做武術導的戲 看過兩三套 他一定要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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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說不自然 他有他的風格 那次看特殊身份 是恩子丹的 那你覺得成龍那些是否自然 翻騰的那些 我所謂的自然 成龍那些是沒有打的 那些是幾種猴子氣 動作 成龍那些飛船走避 雖然不自然 但是賞心悅目 恩子丹那些不自然 你還會覺得他很奇怪 因為譬如看女演員 在天橋跳下巴士那一幕 他的翻騰動作是很離奇的 後期的恩子丹是不行 但是早期的恩子丹 但是現在是說他後期 所以現在找他就不行了 殺破狼算是後期還是早期 殺破狼早期 我會考慮一下是早期 殺破狼的動作就OK了 不過殺破狼的動作是很重的 如果放進去古裝武俠片 就不太適合了 好像爛仔膠多些的殺破狼 我想武俠片主要說 有沒有那種武俠味道 所以那些動作都很重要 所以 我自己 會覺得 以前那些武俠片 會有那種合味 因為以前 生活比較緩慢一些 或者以前是說道義一些 就算說話的 談吐那些用字 以前也有些味道一些 後期到徐克那些 所謂新派武俠 就純粹 注重畫面 效果 就沒有了那種 合意的味道 即是你說黃飛鴻 風水屋那些 那些 Anyway 我想 三者來的劍 唯一的優點 就是因為 他是古龍的小說 所以在故事上面 應該 應該都有 有可觀性 也會有 有些味道 因為始終是小說改編 如果他不改到不倫不類的話 不會去得太遠 他可以改到不倫不類的 你不要說 不過 耳東星 看他的編劇的list 應該是不會的 很久沒看過 古龍小說改編的電影 話是話 不過話是話 你說 要拍三者的劍 要找個年輕的演員 剛才說過幾個名字 都好像不多 看到他們拍過古裝 不知道他們的養門 會時代感重 黃於岩也會拍黃飛鴻 黃飛鴻是文初 跟你的古裝很不一樣 這些東西很難猜 出來才知道效果 黃曉明也拍不少古裝 黃曉明拍古裝嗎? 黃曉明是楊過 還有新的那套白睡魔女轉 我沒看到 多謝 難怪我不知道 黃曉明拍楊過真的挺帥 可能黃曉明還可以 黃曉明 很帥 小龍女不配 因為她的樣子夠老 所以做得好 剛才說過 黃曉明 黃曉明的樣子 我覺得有點鬼鬼的 如果她穿古裝 好像覺得怪怪的 所以 不知道 我希望她不要找吳彥祖拍那些 不行 吳彥祖的樣子也是鬼鬼的 但吳彥祖也拍過古裝 就會怪怪的 要拍哪個古裝 夜宴 夜宴 那些 不是說不行的 有什麼西域事者 夜宴 即是黃子復仇記的 中國古裝版夜宴 那就是 馮小光 那就是馮小光 那就是吳彥祖 舞台化了 你可能真的要看王子復仇記 你會接受多一點 舞台化了 又加入了很多 很多你看不明白的東西 不過 anyways 說真的 耳東升 無論是編劇 導演或監製 的確是很多好戲 很多套都值得去看 無論是飄防好與否 其實是值得回味的 很多戲 好 夠了 夠了 沒什麼補充 我們就下個星期再談 一言話吧 OK 拜拜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嘩 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的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阿神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還有最新潮流催勢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邏邏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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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